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不同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阶段 也不同不同的阶段 就算同一段经文 那我跟你读一个的经文 都有不同的体会领受 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不同的领受 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信息 在二十几年前 是在我二十几年前 在读神学的时候是我第一篇的讲章 就是我在神学院的第一篇讲章 再看回这二十几年的经历 可是当我在回想这二十几年的经历 同一段的经文 同一段的经文 有很多不同的领受体会 我也领会了有很多不同的领受 以前比较多是从文字上的解释 很多时候在当时 我只是在字幕上的解释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呢 在这个服事的生涯里面 也经历了这些的事情 但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仍然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功效 神的话语仍然在我的心里面 发有这个大的功效 所以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激励的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都能够帮助我们 Amen 神的话 祂是帮助我们 能够面对很多的挑战 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赐与恩典 今天晚上我会跟你们分享的信息 是赐与恩典 在香港有个传闻 在香港有一个传闻 就是有一个的木刺 刺在手里面 刺到你的手 或者不同的皮肤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皮肤 有以前的传闻 或者是一些的传闻 那些刺会跟着血管走来走去 据说当你被这个木刺 刺进去的时候 那个木随着你的血液进出 去到心脏的时候 流到心脏这个部分的时候 接着回天家了 就可以回天家了 听过没有 有听过吗 这样子的传闻 有没有这个传闻的 有这样子的传闻吗 有听过吗 有哦 有哦 但我问过医生的 我有问过医生 不会的 放心 医生说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放心 虽然是会痛 刺到是会痛 有时要碰到 都会很不舒服 或者是你摸到 那个伤口的时候 会不舒服 可是这个木刺 可能对我们的生命 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保罗的根刺 可是在圣经上 这个保罗的这根刺 对他很大的困扰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尤其当他面对着 当时他牧养的教会 当时他在牧养的那一间教会 在哥林多教会 就是哥林多教会 我叫做问题多多哥林多 就是问题多多哥林多 这个就是很烦的一个教会 就是烦到一个程度 保罗就要呼喊救命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有很多不同的经文 在讲他们的问题 很多的经文就提起 那保罗就按照他们 所面对的困难 怎样的帮助教会 或教导他们 我就很快就这样讲一些经文 那很快的就告诉你 这些经文 有淫乱 就是讲到淫乱 有在弟兄 在外人面前 彼此告状 或者是弟兄 在外人面前 彼此告状 有婚姻的问题 有婚姻问题 有隔离问题 地上身份 和得救无关的 地上身份 与得救无关的 或者是一些神学的问题 结不结婚好呢 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问题出现 所以在当时 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的问题 还有拜偶像 吃不吃拜偶像的物呢 就是这五项之物 可不可以吃啊 吃不吃啊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们面对着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教会 当时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 当时的保罗呢 他比较用多的经文 去回应一个问题 他就以经文来回应 这些的问题 分党分派 就是看到呢 当时的教会是 分党分派 有些人这么说 我是属于保罗的 那有一些就告诉 教会说 我是属于保罗的 我是属于亚波罗的 我是属于亚波罗的 我是属于彼得的 我是属于彼得的 甚至说 我是属于基督的 或者是 我是属于基督的 那教会是属于谁的 那到底教会是属于谁的 问一下 教会是属于谁的 那请问一下 教会是属于谁的 问旁边的人 问一下你旁边的人 教会属于谁的 教会是属于谁的 属于耶稣的嘛 属于耶稣的 所以 为什么会属保罗 属阿波罗 属彼得的呢 怎么会成为属保罗 属阿波罗 又属彼得呢 在生命里面 他们已经有一种的 物以走迈 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的生命当中 就找到自己想要的 一些的人 就是呢 他只是 要他们要的 就属于哪一个人 这样 所以 他们看不到 那个真理 他们看不到 那个真理 虽然 我说 信耶稣 所以 虽然说 信耶稣 但分党 分派 可是呢 还是 分派 分党 这个是 神所厌恶的 这个是神所厌恶的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对不对 如果我们属于耳朵 如果我们是属于耳朵 我们是耳朵 耳朵的话 那我们的脚 或者是你是脚 那有左手 右手 或者是你是左手 或者是右手 全部都是彼此配搭的 而是呢 这些的肢体是应该彼此配搭的 配搭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配搭呢 我听到 一些的教导 我们要遵行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一些教导 我们要去进行的时候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口 就要行动了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口 就要开始行动 我们彼此配搭 建立基督的身体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配搭 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 如果我们看不清 自己的生命的光景 如果我们看不清 自己生命的光景的时候 很真实的 很真实的 有时我们会觉得 我们不喜欢某个人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自己不属于 不喜欢某个人 就是觉得不喜欢 某一个人的时候 跟着就会讲 就开始讲 讲 跟着又 跟着走在一起 就 又 成群了 就开始说一些 不应该说的话 我以前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这样的 所以神很多教导都提醒 所以神对我的生命 就有开始的教导和提醒 所以教会 所以教会 由我们每一个人所组成的 是每一个人所组合成的 在座当中 就在当中 或者是在婚宴里面 或者是一些的婚会 婚宴 或者是在婚宴的 没有来到聚会的 也是我们弟兄姐妹 都是属于教会 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也是属于基督 也是属于教会 我们每个人分开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们只是分开不同的角色 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 我们都是属于基督 但哥伦多教会的信徒不明白 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就不明白 他侧而保罗使徒的身份 成为这个的使徒保罗呢 因为当时有一帮人 有一帮人呢 叫超级使徒 就是超级使徒这一群人 超级使徒站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站出来的时候 风度翩翩 就是风度翩翩 说话的时候能够很吸引人 说话呢也很有吸引力 我相信很英俊瀟灑 可能呢他也长得非常英俊瀟灑 但是他们能够吸引到 很多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当时这些超级使徒呢 就非常有吸引力 能够吸引当时哥林多教会这些的信徒 他们强调一些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他们呢经历了一些特别的属灵经历 站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站了出来 用说话的技巧 发言效语 能够取悦了 当时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所以呢他们 转化有技巧 用各种的这个的花园巧语呢 技巧呢 来吸引这些的信徒 甚至攻击着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 甚至呢这一群人呢 也攻击着保罗的威风和角色 所以保罗面对着这些不同的 所谓的超级使徒的挑战 当时保罗呢 在面对这个超级使徒的这些的群组的时候 加上这些分党分派的信徒 就是这些分派分党的信徒 保罗需要回应 保罗呢需要回应 需要回应他们 他需要回应呢 他就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他们是基督的用人吗 仆人就是其实是 在当时的罗马时代 在这个仆人这个字呢 在当时的罗马时代 就是好像奴隶 奴隶不能够主宰自己的一切 这个奴隶呢 他就是要服侍一生 他不能够主宰自己 他不能够自作自主 一定要听主人的说话 一定要听这个的主人的话 所以现在工人 现在对工人的概念 我们上班下班 就是给女 或者领薪水 那跟着 他们就已经是属于自己的 可是呢当时的奴隶呢 是不是属于自己的 24小时 24小时 365日 365天 可能直至到死个人 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都是属于主人 都是属于那个主人 一切的主导权在主人手中 因为他一生就是在 他的主人的手中 所以保罗问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他们难道是这个 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一句狂话 就是 我说真的 你一定要听我说 就是保罗说 我说一句狂话 意思是说呢 我说的话是真的 你要听 谁个是仆人呢 我更加是 你们觉得是仆人的话呢 保罗说 我更是那个的仆人 因为他觉得 仆人是比 这些所谓超级之徒 忍受更多的劳苦 因为成为仆人 要忍受更多的劳苦 所以基督的仆人 可能会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可能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方法来表达 保罗他提醒 那保罗呢 再次的在提醒 他作为基督的仆人 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 会想信徒见到 他所做 所行 所说的 就是每一次 信徒看到他 所行所做 所说的 所以保罗呢 当他去 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非常辛苦 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 就是好像这个的经文 在高龙多后书十一章 二十三至二十七节 他在这个的 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说 他要坐牢 要坐监牢 被鞭打 被鞭打 被棍打 被石头丢 被石头丢 浸在海里面 一昼夜 他在这个的 深海一昼夜 他面对很多不同的危险 他面对了许许多多的危险 江河海中旷野洞察 就是江河海中旷野 盗贼 在城里面的同族 就是犹太人 就是城里面的同族 就是犹太人 外邦人的 或者是外邦人 假弟兄的 或者是假弟兄 大家想说 基寒交壁 或者是基寒交壁 劳碌困富 没得分赤身路体 劳碌困苦 不能睡 侧身路腿 所以当比起保罗的时候 所以当时 比起保罗的时候呢 我们所面对的 可能算不算什么 我们所面对的是算什么呢 所以当讲基寒交壁 在这个的经文 告诉我们 讲基寒交壁 就是基寒交壁的时候 很饿 没有食物 就是很饿的时候 没有东西吃 我来到马鲁甲 我来到马鲁甲的时候 最忙的是什么呢 最忙是哪个部分呢 最忙的是哪个部分 最忙的哪个部分 就是我的胃 因为弟兄姐妹很有爱心 一直请我吃饭 所以这个呢 只是我一写的分享 如果你看到保罗的生命 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不断地为神付出自己 他开始了更多的 为神的福音 附上自己 要受很多不必要的苦 要受许多不必要的这一些苦难 所谓的不必要 什么是所谓的不必要的苦难呢 就是那一些的威胁 妥协 就是妥协 愿意放下自己的属灵的原则 放下他所有的属灵原则 或者扮一下超级使徒 或者是要成为那个超级使徒 然后整个头 梳好头 穿上好身 穿上最美的衣 可能不需要受到这么多的对待 可能他不需要再要这样子的对待 但他因为神的缘故 可是他因为神的缘故 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他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可能一些属灵的经验 他就是他经历了这些属灵的经历 都是要证实神的道的 就是要来为了要证明神的道 不是要标榜 不是一个标榜而已 我上了三重天 我已经上了三重天 我领受了先知缘的恩赐 我已领受了先知恩赐 我能够讲方言 我又可以说方言 如果我们的心对不准的时候 如果保罗在这些属灵的经历 没有对其对好的话 那变成了容易成为了一种属灵的骄傲 那保罗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的骄傲的人 他就是标榜自己的经历 刚才我告诉你的 我们是按照各恩赐彼此服侍 刚才我告诉你 说我们的恩赐在肢体呢 就是彼此的配搭 去建立教会 就是来建立这教会 所以保罗不断地去做很多很多的服侍 所以保罗的生命呢 是不断不断做许许多多的服侍 他的神迹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多 他所行的神迹也比很多人很多的 比每一个人都要多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比他更多 但他所标榜他是什么 他所表达所提倡的是什么 他就是想信徒见到他所做 因为他要信徒看见保罗所行的这些事 他付出的劳苦 他所付出的劳苦 为福音缘故的牺牲 为福音所付上的这些牺牲 这个就是保罗 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明白到他的心 所以保罗当时呢 就是要这些的哥林多信徒呢 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他为众教会操心 天天这种操心 天天压在他的身上 所以保罗呢 是为众教会天天的操心 压到他身上 就是天天都压在他的这一个身上 所以他有他的心里面感叹 他心里面有什么的惊叹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保罗的心声就说到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所以他谁是哪一个呢 就是说保罗牧羊的信徒 这个谁字呢 是代表谁 这个的谁字就是保罗牧羊的这些的信徒 这些信徒软弱的时候 他们软弱的时候呢 他自己担心他们 他自己呢也非常的担心 信徒们的软弱 再加上他之前他的经历 再加上他的之前这些的经历 其实他自己本身都很软弱 其实保罗也很软弱的 外在的肉体上的迫害 他 外在有肉体的迫害 他爱呢 外在 外在的爱 有受很多的迫害 外在的避害 所以室在里面 内心深处 他在他内心深处呢 又很担心 他的牧羊的羊 他又非常的担心 他所牧羊的这些的羊群 所以他感觉到很软弱 所以当时保罗觉得 他自己也很软弱 软弱就是 哎呀 没力了 身心里很疲倦 就是哎呀 累啊 没有力了 自冤自哀 就是自冤自哀 很容易陷在这个罪的试探里面 就在这个的这样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试探里面的时候 他很焦急 他心里充满着这个的焦虑 所以他很关心教会的发展 所以保罗的心呢 就是很关心教会的这个的情况 也都担心每位弟兄姊妹的需要 也非常的担心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 但是面对攻击 可是当保罗面对这些功绩的时候 也无能为力 所以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 我如果需要夸口 就夸我个软弱 他说我若必须夸口 就夸我软弱的事好了 夸口就是引以为傲 在夸口呢 是什么呢 就是引以为傲 就是引以为傲 引以为傲了 就是引以为傲 很奇怪 很奇怪 要引以为傲是自己的软弱 很奇怪的就是保罗呢 他反而是夸自己的软弱 引以为傲 是自己最觉得最 在人体里应该是最没有 没有面子的东西 对人来说呢 夸自己的软弱 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很奇怪 很奇怪嘛 对不对 所以保罗面对着 很多很多的挑战 当时保罗有这样子的 那种的方法 来夸自己的软弱 但为了哥伦多教会 信徒的好处 可是当时保罗 威之了这个的 哥林多教会的好处 所以他要提到一个 很特殊的属灵的经验 他就提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的属灵经历 虽然自夸无益 但虽然他是自夸无益 但不得不夸 可是呢 还是不得不夸 他就要提到主的启示和仪仗 他看现在呢 就是要提到主的意向和启示 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 很多不知道 就很多的不知道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在十四年前 被踢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原语 是人不可说的 第二节 第二节 我 是我 就是保罗 就是保罗 认识了基督里面的人 他认识了基督里面的人 他在几年前被提到三层天呢 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 跟着 身内 身外 究竟如何被提到三层天 他都不知道 意思是说 在身内还是身外呢 他也不知道 怎么自己会被提到三层天 所以他仍然说这个 我认识这个人 他只是说 我认识这个人 以这些特殊的属灵经验 这一个特殊的属灵经历 究竟实际的情况 是怎样 没有人知道 只是上帝知道 实在的这个情况 是没有人知道的 只有上帝知道 所以这个被提到三层天上面 所以当保罗 被提到的三层天的时候 他仍然不说是自己 他仍然不说是自己的经历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留意一下 十四年 十四年 在十四年之后 非得不已 才要说出来 意思是说 十四年后 他才提示 因为在逼不得已的之下 把他说出来 他不是要标榜自己 不是要来标榜自己 而是要提回 哥伦多教会的信徒 而是要提醒 哥林多的教会 他们要不要标榜 那属灵的经验 就是提醒他们 不要高举 自己所有的属灵经历 同样 他为了他们的好处 而是围着他们的好处 逼得不已再说出来 才逼不得已之下 把他的经历 说了出来 所以围着人 我要夸口 所以围着人 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软弱 我并不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第六节 就是我愿意夸口 都不算夸 因为我说的是真的 就是我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说实话 所以在第六节下半部 在第六节的下半部 才比较清楚 说这个在基督里的人 就是保罗自己 再更清楚地看到 是保罗自己 只是我绝后不谈 只是我绝口不谈 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 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所以保罗 有这个特殊的属灵经验 虽然这个保罗 有这个特殊的属灵经历 但他不说 可是他选择不说 逼得不已才说出来 在一个非常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他才把他说出来 他担心 因为他担心 有人将他看得太高 因为会把人 捧得太高 过于在他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就是过于他 自己亲身 所看见所听见的 保罗所说的 好像保罗所说的 所做的 所做的 他这个基督仆人的榜样 就是很多 这些基督徒的榜样 基督仆人的榜样 就是基督仆人的榜样 就是希望 这帮哥伦多教会的信徒 就是希望 这个领多 这个的信徒 看到保罗所做的一切 看见他所做的一切 所以保罗他说 我就算狂 就是我将这些一切的 功劳归回给自己 都不是问题 因为他说是实话 真的 如果他说 我狂着 要将这个的功劳归自己 也是可以的 因为是他的经历来的 所以保罗上 哥伦多教会的信徒 见到什么 听到什么 保罗是想 哥林多教会 看见或听见什么呢 刚才讲 保罗的软弱 刚才我们说到 保罗的软弱 以及与主相遇的 荣耀的形象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与主相遇荣耀的形象 三重天的经历 就是三重天的经历 全福音的神迹歧视 传福音的神迹歧视 其他地方教会的建立成功 其他他所建立的教会 在其他地方的成功 保罗想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见到哪一样 到底保罗要 这个的哥林多教会 看见什么呢 想哪一样多一些 是哪一些呢 属灵超人 就是属灵超人 福音大叔 还是福音大叔 大叔是怎么样的 就是大叔 如果我在香港的时候 如果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当然不会穿这么漂亮 我不会穿到这样 潇洒 穿一条短裤 我就会穿一个短裤 拖鞋 就是拖鞋 周围走 就是到处走 有时候头不会弄到 现在都算整齐 是吧 我的头发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整齐 然后乱了 或者是乱乱的 或者是没有剃胡须 就被人叫大叔 如果这样子出去的话 就会被人家称为大叔 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 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 我们想想他被打被针 他就是被打被净 他那个形象是怎么样的 他当时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每铺持钥 都执得这么帅 他也没有时间 穿得好像英俊潇洒 好像郭牧师那么英俊潇洒 好像郭牧师这样 谁是郭牧师知道 郭牧师和师母越来越年轻 没有见几年觉得年轻了 阿们呢 我赚 我的感觉就是 我感觉就是 子凌 没有请 郭牧师的师母 他们被以前 骇了几千 对吗 讲的华语还不错 我的华语骇 所以保罗 所以保罗呢 他的形象 好像福音大叔那样 当时呢 他的形象呢 就好像福音大树一样 但是他面对当时 一帮的超级使徒 当时他们所面对 攻击他的那一帮超级使徒 是一个属灵 可以再讲回 自己的属灵的经验 是一个属灵的超人 当时呢 他是有一个 就是面对这些属灵超人 他为什么不夸呢 不夸这个属灵超人的经验呢 保罗为什么不选择 来夸口他自己 曾经所经历的 这些属灵经验呢 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呢 那为什么他要夸自己的软弱 很奇怪的 我们人 当然是摆出一个 最好的一面给人看嘛 很想认同自己的嘛 认同 就是认同我们自己 很想人赞自己的嘛 让人家来称赞我们自己 是不是这样嘛 对不对 对了 我记得十几年前 我记得在十多年前 在香港有一次 教会联合的聚会 在一个教会的联合聚会里 结束了的时候 结束了聚会之后 在这个聚会完之后 我就帮忙清洁 收拾东西 我就在那边打扫 就是拿着那个扫把打扫 我心里浮现一个 我想到现在都记得的一个思想 我当时的这个思想 到今天我还记得 传道人在扫地 你见不见到 我在扫地 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我是传道人 我是传道人来的 我在扫地 我在扫地 你有看到吗 明明我的心态 多不纯正 当时服侍的那种心态 太不纯正了 就想人认同自己 就是要让人认同他自己所做的 赞一下自己 来称赞自己 但如果得到第一称赞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被称赞的时候呢 我的动机就已经不是为了基督去做 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我们的服侍的动机呢 不再是围着基督了 也为了荣耀自己 而是围着荣耀自己而已 所以我们的服侍 所以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内在的心态 我们内在的心态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动机 非常之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服侍的是谁啊 我们所服侍的是谁啊 服侍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围着耶稣来服侍的 有时辛苦的 有时真的很辛苦的 有时早有人讲的 还要给人家讲 但我们服侍是谁啊 我们服侍着谁啊 我们要回来问自己 我服侍的是谁啊 我们的心对准谁啊 让我们的心 对向我们的神 所以保罗不强调自己 特殊的属灵经验 那保罗不强调自己的属灵经验 不想人追求属灵的经验 而不追求耶稣自己 因为呢他不想这些信徒呢 只是要追求这些属灵的恩赐 或者是经验 而不追求了耶稣自己本身 当我们的心对准着耶稣 当我们的心向神来对齐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我们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 会赐下我们需要的恩赐帮助 会释下我们所需要的恩赐 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有对的心态 这纯正的心态呢 来服侍神 所以他希望 哥伦多教会的信徒 从自己见证行动里面 教导里面 看见听见基督 所以他希望呢 哥伦多的信徒 从他自己的见证 和行动和教导 能够看见基督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下自己 所以我们大家想想一下自己 我们想其他人 看到自己是什么呢 我们最想让人家 看见的是哪一些东西呢 我在授地啊 我在扫地啊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我传的福音啊 我在传福音啊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我去做一些教导啊 我在教导啊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我们的心是怎么样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 是不是想其他人 见到多一点呢 是不是要让人看见呢 是不是想其他人 见到自己的出身 付足 学历 或者是你要看到 让人家看见 你的出身 你的这个的辅助 或者是高学历 带保罗 可是保罗啊 他的榜样 他是榜样 他就能够 就希望人 见到他所做 所讲的 他只是要看 让人看见 这一些他所做 所行的目的 其他人在我们身上 见到的是什么呢 问问看 别人从我们的身上 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忠心服侍主 是我们的忠心服侍神的心态吗 我们的倾卑的生命 是我们的圈卑的生命吗 还是我们做 我们还是做 可能 其他人 可能我们的内心 深处里面 有一些人 心灵 他的身处 好像刚才我说 数数数 人得到其他人 认同 就好像我们 在做任何的事的时候 就很希望 别人看见 那个心态 很重要 我们到底是为谁做 为谁做 其他人在我们身上 见到的是什么呢 其他的人 从我们身上 看见的是什么呢 所以保罗 所以保罗 因为他 这一节的经文 在这个的经文 更加讲明 这个三重天经历 是保罗自己的 就告诉我们说 三成天的这个经历 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 他听到很多 隐蔽的言语 他也听了很多 这些的 隐秘的这些的话语 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 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又恐怕 我因所得的 启示太高深 就过于高抬自己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身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来折磨我 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 为了这事 我曾三次求主 使这次离开我 这个启示 这个的曲式呢 非常之厉害 很厉害 很棒 很厉害 所以其他人 如果要他说出来的话 所以他所说的话 如果他将这个经验 说出来 把他的经验 说出来的话 就会击到那帮 所谓的超级使徒 就会打击了 这些所谓的 超级使徒 但他看到 主对他有一个心意 可是他知道 神对他 有一个特别的心意 就是因为这个 太厉害了 这个启示 就是这个的 很厉害的 这个的曲式 怕他过于高抬自己 就是骄傲 他怕呢 如果这个的曲式 让他高抬自己的时候 使他自己骄傲 所以有根刺 加在他身上 所以有一根刺呢 就加在保罗的身上 就是撒旦七役 去攻击他 就是呢 这个的 撒旦的攻击了 就免得过于高抬自己 就是好让他呢 不高抬自己 就是令到自己 有一个较为谦卑的生命 让他能够继续 有一个的 劝卑的生命 辛不辛苦呢 辛不辛苦啊 当他要传福音的时候 就听见听到 他记录了很多 他受苦的事情 在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已经经历了 许许多多的 这一些的挑战 他有没有求神 拿走这些痛苦啊 他也求神 把这些痛苦拿掉 有没有啊 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可是呢 这一根刺呢 他三次呢 叫神 挪开 所以一定是 对于他来说 很痛苦的 我相信呢 这个的痛苦呢 是超过其他 所面对过的 所以刺呢 所以刚才这么说 一些 挤在手的小木刺 这个的小木刺 就好像 我告诉你们 是插在手的 好像很大支的木 或者是呢 一支木桩 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插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或者有刺的荆棘 或者是有刺的荆棘 总之如果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有一根刺的话 辛苦了 辛苦了 高力了 高力了 真是不容易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根刺究竟是什么呢 这保罗的刺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一个圣经研究里面 没有一个共同的答案 其实在很多的 这个的研究当中呢 没有一个共同的答案的 我尝试去综合不同的意见 我们就把它总和了 一些的意见 就可能就是这帮 高能多教或者超级使徒 对保罗的攻击 当时哥林多教会 这些所谓的超级使徒呢 对保罗的攻击 他传福音的时候 不断地被迫害 身心受创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 不断被逼迫身心创伤 撒旦的差异攻击他 就是撒旦的差异呢 也来攻击他 圣经没有记载说 是谁攻击这个的保罗 所以我们不详细讲 我们就来看一下保罗 所以他的疾病 的刺呢 是不是疾病呢 或者他的伤患 或者是伤缘 或者服侍里面 很多的挣扎 或者是他在服侍上的挣扎呢 因为 很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所牧养的 这个的哥林多教会 充满着问题 或者是有其他更多的问题 他也都为同胞还 不信 他也很担心 当时呢 对着这个教会的服侍的当中 他充满着担心 所以令到他有 很多的无力的感觉 所以他内心有许多 这些的感受 或者是他的罪的本性 或者是这根刺 是不是他生命的罪的本性呢 他说自己是一个罪魁 因为他是一个罪魁 他说自己是一个罪魁 他称他自己为一个罪魁 或者是他自己属一些成功的经验 还是 这根刺是代表他成功的骄傲吗 其实他建立其他教会的时候 因为他在建立其他教会的时候 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 也都有很多特殊的属灵经验 有神迹歧视 随随所讲的到 他有很多的经历 属灵的经历 也有很多这些的神迹歧视的 所以他其实可以很骄傲 其实对保罗来说 他可以很骄傲的 但因为他知道这样不对 可是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自己可能真的有这些生命里面 那种的意念 所以他在生命里面 如果有这样子的预料 意念 那么就觉得 哎呀 好辛苦了 所以他就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可能他过去 迫害信徒里面的良心的杂贝的遗憾 因为保罗过去 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是一个逼迫信徒的人 所以他会有良心的智责 所以保罗的刺 那保罗这根的刺 可能是这些的影响着他 就是一直的在影响着他 所以他知道 这根刺对他来说 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根刺 对保罗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一定是肉体的痛苦 可能是他的肉体的痛苦 也都是感到伤心的 或者是伤痛的 心疲力竭 或者是心疲力竭 面对这么多的事情 情绪当然是不行了 面对这样多的问题 他的情绪当然也有波动的时候 如果是他的时候 我心灵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软弱 或者是他心灵 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软弱 不再服侍了 不想再服侍了 这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我为神做这么多事 我为神做了这么多事 为什么他敢这样说我的呢 哎哟 这个人怎么这样讲我呢 如果我是保罗的话 走了很久了 如果我是保罗的话 我已经跑很久了 但保罗提回我们 不断提我们 我要从他身上看见听见 保罗希望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 能够看见又听见基督 Amen Amen 第六点 第六点 他想离开 或者想改变情况 但是无力 也都没有人帮到他的时候 感觉心里面很疲乏 保罗想脱离这个地方 但没有力 能力不足 没有帮助 不断不断地经历这些循环 一直一直不断地循环地 经历这些的问题 所以这根刺对保罗来说 是吗 对保罗来说 这一根刺真的很辛苦吗 是不是很辛苦呢 既然这么辛苦 那为什么美善的神 要将这根刺加在保罗身上呢 那这个刺神也知道那么辛苦 他为什么还要加在保罗的身上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信了主 就好像我们认了主之后 我们很期望主有很多的保护 我们很期望主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很希望神有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我很期望没有苦难 我很希望没有这个的苦难 但实际上呢 是不是有不容易的时间呢 是不是有很多不容易的时间 这些不容易又不容易 不容易 不停又不容易 一直不断地不停地不容易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 其实有很多无力感 我们人生中呢 时常都有感到无力感 是不是呢 是不是 是啊 其实我太太刚刚两个月前回了天家 我的太太在两个月前呢 回天家 你问我 你问我 我的心感受如何 我发现生命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软弱 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 有很多的软弱 我相信每个人都面对着很多生命的挣扎 软弱的时候 真的不容易过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面对挑战问题 这些困难的时候都不容易过的 神为什么把这些挣扎在我们身上呢 又或者反过来说 或者是我们导转问 神为什么融让这些事情 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 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 让我能够经历了之后 我当学的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体会 我有一个体会 我作为传道人的 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面前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 扮到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 很属灵的 很属灵的 讲道很有能力的 讲道也很有能力的 信心十足的 信心十足的 很有爱心的 很有爱心的 很熟圣经的 对圣经也很熟悉 但其实实际呢 可是实际的我是什么样的呢 但面对自己的时候 当我面对我自己的时候 讲道很大压力的 讲道其实压力很大 不容易的 也不容易的 信心其实很软弱的 信心十足也很软弱的 我自己因为太太离开 都有埋怨神的 当我的太太离开的时候 我也有埋怨神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的爱心也很亏欠的 其实 也不是很熟圣经的 其实对圣经也还没有完全熟悉 是我 所以其实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就让我们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看到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 但这些经历实在不容易 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不会容易的 所以保罗他为了这件事 曾三次求主 把这件事拿走 所以保罗呢 祷告三次 求神把这根刺 拔掉离开 我一个名字叫动态清零 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的动态清零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有没有听过动态清零 有看到这个字吗 这四个字有看到吗 在香港在大陆 早一年是很 经常讲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动态清零 一个时候在香港 很多人都用这四个字的 动态清零 就是说已经没有力了 要将所有的病毒拿走 就是 一定要将所有病毒清零 就是所有的问题清零 病毒 病毒 就是在这个的瘟疫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我们不能出街 没有的出街 或者我们看回一些 在大陆的片段 我们就 在大陆的一些片段 就是看到这个大陆的一些的片段 有很多个月 不可以离开家 就是不可以离开家 可以叫动态清零 就是动态清零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很想这些的瘟都离开我们 我们也很想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瘟 要离开我 是不是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当然不想这些事情发生了 对了 有时神的心意 和我们的意念是很不同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觉到 神的意念 跟我们的意念是很不同的 所以他跟我说 耶稣对保罗说 那耶稣就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意念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叫鱼翅共存 就是要鱼翅共存 有时听到耶稣这么说 有时我们听到耶稣说 不是很爽 听了有一点不爽 我叫你帮我拿走根刺 我叫你把我的刺拿掉 你这样讲意思是说 那根刺还在我里面 因为我恩典够你用的 你告诉我恩典够我用 我想拿走 可是耶稣我要 这根刺拿掉 恩典够我用 恩典够我用 对 和我期望很不同 我们的期望跟神的意念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在信仰的经历里面 神的心跟我们的心意是有不同的 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是永远不同的 他的意念一定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一定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告诉我们说 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人的软弱跟神的恩典是共存的 所以你要记得这句话 人的软弱跟神的恩典是共存的 就是我们的软弱 就是说我们的软弱 有时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是神的应许 可是呢 因着神的应许 他的恩典会临在我们身上 他的恩典继续地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 主耶稣 要被保罗这一根刺 主耶稣为什么容让保罗有这一根刺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不想他这么严重 因为他不想保罗骄傲 能够经历他的更大的恩典 因为他的这个经历都是因着神的恩典 你跟我有没有刺呢 你跟我的刺是什么呢 生命里面有没有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啊 有啊 有的举手 有的举手一下 真的不容易啊 对不对 那主为何要让这根刺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恩典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这根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这根刺为什么神要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神要我们学些什么呢 神要我们学习什么 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有时不太明白的 有时我们可能也不会明白 但我们能够从中经历神的恩典 可是呢 在经历当中呢 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因为神后加加以闻 有一个神学家叫加尔文 祷告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他说呢 祷告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我们人的目的就是将刺拿走 人的目的呢 就是祷告求神将这个刺挪去 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可是神的方法又是什么啊 给我们有应付次的恩典 主给与我们应付次的恩典 期望很不同 我们跟神的期望是不同的 但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使用的 所以神的方法就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所以神呢 告诉我们说 主说我们的 祂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 祂提醒我们 祂带一次的提醒我们 耶稣的能力 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显得完全 耶稣的能力呢 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 显得更完全 所以人的软弱 神的恩典是一齐的 所以人的软弱呢 神的恩典是更纯的 所以保罗是怎么样的 所以保罗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所以我更喜欢 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乐意在软弱中 在羞辱中 在艰难中 在逼迫于痛苦中 为基督 因什么时候我软弱 那时我是刚强的 所以既然 祂跟恩典共存 所以既然 祂跟恩典是共存的 保罗在当中 学到的功课 保罗在当中 所学习的这个功课 就是夸耀自己的软弱 就是夸耀自己的软弱 当他什么时候 看到自己 他承认 什么时候自己软弱的时候 当他承认 他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基督的能力怎么样 基督的能力怎么样 他能够复避我们 他能够复避我们 好像一个保护网 这样临到 就好像一个的 保护磨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很乐意在软弱 生活里面 承认自己软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呢 他承认自己的这个软弱 而是围着基督 什么时候承认软弱 他知道呢 当他承认这个软弱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刚强 就是那一个的时候呢 他是刚强的时候 就是基督的能力 临到他身上 可以变成刚强 因为这基督的能力呢 复辟了他 所以我们 我们想回我们的刺是什么呢 你跟我的刺是什么呢 我们真是想这根刺拿走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神能够把我们这根刺拿走 但是神为什么 仍然没拿走根刺呢 那神为什么没拿走 你跟我的刺呢 主的旨意 可能就这根刺 跟我们一起 主的旨意呢 就是要让我们与刺共存 我突然间有一个意念 这根刺 可能是你日对夜对的那个人 可能你日对夜对的那个人 是不是啊 是的 那我 为什么这个人继续存在呢 这个人怎么还有存在 继续在我前面出现呢 他 偶尔还会出现 还在我面前出现呢 在我们的面前出现 是不是不断地操练我们的忍耐 信心呢 是不是在操练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爱心 刺 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 这根刺呢 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呢 更认识我们自己 自己 认识自己的软弱 认识自己的软弱 请问这根刺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有时我们想我们自己的强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自己的强处 因为我们想标榜自己我得嘛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啊 我标榜自己我好点嘛 我觉得我可以啊 所以我可以很多个说话讲讲讲讲 所以我可以讲讲讲讲 但是这根刺 可是这一个的刺 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 不断地见到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能够不断地看见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软弱 在神的应许 但是呢在神的应许 他的恩典够哪个用啊 恩典够哪个用啊 他说恩典够谁用啊 够哪个用啊 够谁用啊 就是我们何时承认软弱的时候 恩典的能力就临在我们身上 就是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呢 那个的恩典就显得能力在我这个的身上了 所以我们自己好 我的体会 所以我的体会 人的破碎 人的破碎 越多 越多呢 越能够经历神 越能够经历神 就越能够经历到神了 觉得自己越强的时候 你越借着自己越强 神想帮我们都帮不了 神要光照你也光不了 光照 都不给神光照 照也照不到 也都帮我们不到 也帮不了你 所以神何时帮我们啊 所以神是几次帮我们的 信任自己不行咯 就是你承认你不定 搞不定的时候 那一刻开始 Amen 所以其实要看到自己那些生命 那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生命中不住的地方 所以经历神恩典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那经历神的恩典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承认自己的冤弱 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 所以有根刺在我们身上 就是那根刺 就在你的身上 刚才说 有个人在我们面前 刚才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人我不喜欢 在我们的面前 可能是你根刺 可能是你的刺 就是你那根刺 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见你前面 争你后面 见你前面 争你后面 见你前面 争你后面 见到你前面 争你后面 这样子 就是这样 是不是反映我们的爱心不够呢 这样你会不会发现到你自己的爱心不够啊 忍耐不够啊 这根刺 这根刺 整个人这么大 整个人这么大 是不是 够大啦 我们整个人这么大 一根刺 承认自己不足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爱心不够 爱心不够 神的恩典临到 神的恩典领到 Amen 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会帮助我们 我相信神很愿意来帮助我们 属灵人是希望人 从自己身上看见神 那属灵的人呢 让人从自己的身上看见神 所以绿色的部分 在绿色的那个部分 你们看 保罗去追求自己 还是追求属灵经验 是我们 保罗追求神自己 还是追求属灵的经验呢 如果 如果 保罗他只是着重了这个三重天经历 他已经经历了这个三重天的经历 因为太厉害了 因为这个的经历是太厉害了 已经不需要再追求了可能 可能对保罗的时候都不需要去再继续的追求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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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骄傲的话 我自己创立另一个保罗门派 哦 他就开始去创立一个保罗门派 是不是很厉害呢 是不是很厉害呢 所以 一根刺的软弱 所以 这个就是刺呢 是在他生命中的软弱 在帮助着保罗 在成长的经历里面 尋求突破 能够在成长的经历呢 继续的突破 所以 我们承认有刺 我们成人有刺 恩典够用 所以属灵的法则 那属灵的法则 贫穷的人有福了 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承认自己没有嘛 他的意思就是 自认没有 承认自己不够爱心嘛 没有不够爱心 不够忍耐嘛 不够忍耐 可能不够很多很多的东西 不够很多很多的东西 是自己不够 就是自己不够 在承认的时候 那我们承认的时候 神的能力如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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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我很劲 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强 是自以为啊 自己以为自己很强很劲 就是自己以为而已 神的能力恩典能不能够啊 神的这个能力恩典呢 所以 这根刺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这根刺呢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的不足 真心承认软弱 然后承认自己的软弱 但是神的恩典 是恩典够我们用 去面对这个软弱 可是神告诉我们说 祂的恩典够我们用 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软弱 所以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覆盖我们 所以当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就会覆盖我们 当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 能够更深地经历到神 能够更深地经历到神 能够经历到他那份的美事 能够经历到他美事 所以我们要留意 所以我们要留意 我们承认软弱是成为彰显神能力的途径 就是呢 我们要承认软弱成为彰显神能力的途径 因为我们何时承认软弱 何时就刚强 那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什么时候承认软弱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呢 就能够刚强 所以我们每日可以 我们可以每日经历神迹 所以我们每日呢 经历神迹 不断地去经历神的大能 不断经历神的大能 但留意一件事 可是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自认软弱不等于自卑自怜 要记得哦 自认软弱不等于自卑自怜 而是呢 要看清楚自己的软弱 而是呢 要看清楚自己的软弱而已 也都看到神 被我那份的恩赐能力在哪里 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 神的恩底在哪里 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 当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的时候 被炼净 更加能够服侍神 更加能够被神使用来服侍神 所以看自己 所以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要看得合乎中道 知道自己有软弱有需要 要知道自己是有软弱的 有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经历神 比我们更大的能力 有独特赐给我们的恩赐 给我们更多的恩赐 目的是我们能够彼此配搭 目的是要让我们一起的配搭 去建立教会 是来建立教会的 Amen 所以如果我们很久没有经历神的时候 那如果你很久都没有经历神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自我太强了 是不是我的自我太强了 会不会这样呢 所以神的方法 所以神的方法 与此共存 恩典够用 就是要记得 与此共存 恩典够用 经历神恩典的方法 经历神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是承认软弱 即时的力量 承认软弱 实时的力量 即时的承认 即时的力量 我有一个体会 我有一个体会 神有时会透过 有时我们面对很多的挣扎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挣扎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是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都是把焦点放在问题上 而忘记了神的恩典 忘记了神的应许 忘记了神的应许 所以困难来到 所以当问题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呢 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啊 应该放在哪里呢 承认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们放在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 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 神的恩典怎么样 神的恩典怎么样 临到 神的恩典够不够用 神的恩典够不够用 够不够你用 够不够你用 虽然你跟我的字是不同 你跟我的字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可是呢 神的恩典绝对是够我们使用 跟你旁边的人说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大声读出来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乐意在软弱中 在羞辱中 在艰难中 在逼迫于痛苦中 围着基督 因什么时候我软弱 那时我是刚强的 我又调一调转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读 刚才主跟我们说 刚才是主向我们说 我们现在领受这个话语的恩高 现在我们就凭信心的领受这个恩高 我们反过来 我对方主说 我们就 叼转说 我向主说 我一大声读出来 让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来 我对你说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因为你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使基督你的能力复辟我 我能意在软弱中 在羞辱中 在艰难中 在逼迫于痛苦中 围着基督 因什么时候我软弱 那时我是刚强的 主的恩典够不够我们用 神的恩典够不够我们用 Amen 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用这个的经文 去祷告 来祷告 用神的话语祷告 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这个恩高特别大 这个恩高特别大 因为我们愿意用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愿意使用神的话语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 一定是够 一定能够 够我们使用的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承认 我们真的很软弱 有时软弱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不想祈祷 但是你应许我们 可是神啊你应许我们 我们何时承认软弱 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应许我们 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面对 所嘉宾我们的挑战 我们有能力能够面对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 我们多谢耶稣 我们要感谢耶稣 这根刺 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软弱 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软弱 但我们更加见到你的恩典 但是呢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典 看见你的手在我们生命中动弱 我们多谢主 我们谢谢你耶稣 好叫我们的生命 更配得你的荣耀 配得成为你的仆人 使女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扣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Amen 给你掌声我们的主 感谢主 多谢Pastor 我们非常感谢主 借着戴牧师 每次叫他外写 戴牧师的这个信息 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要一次共存 不要尝试把这根刺拔掉 没有办法 我们需要懂得一次共存 然后呢 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Amen 所以我们相信呢 神会赐福于我们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得更强大 Amen 我们的机会就到此 希望你们大家呢 能够记得 不要尝试霸掉那根刺 要以刺共存 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 愿上帝赐福于你们 再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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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